2020年的首轮秀们如今混得怎么样了 四年星球期已过 他们实现了球队 当初给予他们的期望了吗 30顺位的贝恩是本届选秀中最好的投手 也同样是本届选秀的黑马球员 虽然B站差了些 但增肌以后的突破得分能力都很稳定 更是被称为肉装版库里 今年也练出了持球能力 战术地位不比莫兰特少 如今已经成为了灰熊不折不扣的三把手 28顺位的卖单是现代篮球完美的瑞士军刀性球员 也被称为半德标Pro版本 2米06的身高不仅能持球 还能换防外线球员 斜防 护框 有蓝 脚步灵活是完美的冠军拼图球员 也是现代封线第一防射汉将 26顺位的普里查德 已经成为了凯尔特人不可缺少的轮换球员 控运持球水准和接球三分能力毋庸置疑 可惜的就是1米85的身高略矮 最后赛很容易被对手点名 25顺位的奎克利在西部杜三年调教下 差点多下第6人 防守水平算得上中上游 但某些比赛因为缺乏稳定输出 出手的选择有时并不理想 所以也被贴上了神经刀的标签 21顺位的马克西 真的是被废城摸到了彩票 每一年都有着实质性的突破 并且也入选了全明星 虽然个人带队能力还需检验 但毋庸置疑的是 传承了哈登技术的马克西 未来已经坐稳了非常二当家的位置 16顺位的斯托尔特 被称为本届选球中不多见的狠人 特别是追打詹姆斯 硬刚追梦 拳击游半克斯 让他屡屡成名 15顺位的科尔安东尼 虽然没能成为球队当初期盼他 能作为一个持球大和的领袖 但历经这四年的打磨和起伏 此刻他已经成为了魔术替补器 不可缺少的火力点 12顺位的哈里伯顿 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魔术师 哈里被交易到不行者之后 就像打破了枷锁 两次入选全明星 本赛季各项数据都是生涯新高 传球视野属于现役球员第一档 毫无疑问 宁城未来十年的发展基调 都会以哈里伯顿为主 11顺位的瓦塞尔 是马斯百烂之路选到的第一个勒头修 这些年也确实成长了不少 当球权给予他的时候 他也顶住了压力 有防守基本盘 目前的球队第二核心 未来也许会成长为一个双能位 全明星 第9顺位的阿弗底亚 已经成为了球队中 不可缺少的轮换球员 但防守经验缺 进攻手段不够丰富 这也导致他未来的上限 可能不会太高 但阿弗底亚仍然值得一个首发席位 第6顺位的奥空谷 虽然没能成长为 特雷扬身边的第二球星 但吃饼能力会拖三分 防守强硬 这些蓝领的工作 他完成的都很出色 打踢谱有点可惜 首发却又差点实力 未来还需要进步 第5顺位的奥克罗 这个顺位说实话有些被高估 但作为骑士外线第一防守大闸 他依旧是球队中 不可忽视的首发存在 碳花秀拉梅·洛鲍尔 很难判断 他是否值得这个位置 第一年他却砍下了 15加5加6的数据 利亚众人拿到了最佳新秀 但三球这些年 一直处于伤伤挺挺的状态 这些年只打了184场比赛 也错过了最佳掌球期 如今球队的舰队方向 正慢慢朝着米勒倾斜 榜眼秀怀斯曼 是有一定的运动天赋 但因为球场经验 和篮球智商严重不足 勇士毕竟不是一支百烂球队 他们追求的是当下 他能轻易去得两分 又说不准 再防守端丢三分 该去掌球和锻炼的时候 又不幸遭遇伤病 来到活灾基本就是打打下手 怀斯曼还有对见天赋的机会 但不幸的是 他已经迈入联盟 整整四年的时间 恐怕没有一支球队 敢去赌上时间 去雕桌这块浦玉 状眼秀挨的滑字 很明显 他已经遥遥领先 同届球员们好几个身位 他拥有成为本届选球中 成为巨星球员的最大可能性 并且已经为森林郎 带来了真正的改变 未来也许会成为 联盟本土球员的门面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未来的十年 爱德华兹 哈利伯顿 以及马克西 这三个人的名字 我们一定会频繁的听到